第三十二回 素肺腑心迷活宝玉 寒耻辱情烈死金串 话说宝玉见那麒麟 心中甚是欢喜 便伸手来拿笑道 亏你捡着了 你是哪里捡的 史湘云笑道 性儿是这个 免而躺货把印也丢了 难道也就罢了不成 宝玉笑道 当时丢了印平常 若丢了这个 我就该死了 席人斟了茶来与史湘云吃 一面笑道 大姑娘听见 伽儿你大喜了 史湘云红了脸 吃茶不达 席人道 这瘟子又害臊了 你还记得十年前 咱们在西边暖阁住着 晚上你同我说的话 那瘟子不害臊 这瘟子怎么又害臊了 史湘云笑道 你还说呢 那瘟子怎么那么好 后来我们太太没了 我家去住了一城子 怎么就把你派了跟爱哥哥 我来了 你就不向仙带我了 其人笑道 你还说呢 仙姐姐长姐姐短 哄着我替你梳头洗脸 做这个弄那个 如今大了 就拿出小姐的款来 你既拿小姐的款 我怎敢亲近呢 史湘云道 阿弥陀佛 冤枉冤灾 我要这样就立刻死了 你瞧瞧 这么大热天 我来了 必定赶来先瞧瞧你 不信你问问吕儿 我在家时时刻刻 哪一回不念你几声 话未了 忙得席人和宝玉都劝道 玩话你又认真了 还是这么兴急 史湘云道 你不说你的话耶人 倒说人性极 一面说一面打开手帕子 将戒指递于席人 席人感激不尽 鹰笑道 以前送你姐姐们的 我已得了 家你亲自又送来 可见是没忘了我 只这个就试出你来了 戒指儿能值多少 可见你的心真 是湘云道 是谁给你的 其人道 是宝姑娘给我的 湘云笑道 我是当时林姐姐给你的 原来是宝钗姐姐给了你 我天天在家里想着 这些姐姐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 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 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 就是没了父母 也是没法爱的 说着 眼睛圈就红了 宝遇到 爸爸爸 不用提这个话 史湘云道 提这个便怎么 我知道你的心病 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 又怪我称我 赞了宝姐姐 可是为这个不是 习人在旁吃得一笑 说道 云姑娘 你如今大了 越发心之口快了 宝玉笑道 我说你们这几个人 难说话 果然不错 史湘云道 好哥哥 你不必说话 教我恶心 只会在我们跟前说话 见了你林妹妹 又不知怎么了 习人道 也别说完话 这有一件事还要求你呢 史湘云便问 什么事 习人道 有一双鞋 扣了垫心子 我这两人身上不好 不得做 你可以有功夫替我做做 史湘云笑道 这又起了 你家犯着这些巧人不算 还有什么针线上的 裁剪上的 怎么教我做起来 你的活计叫谁做 谁好意思不做呢 其人笑道 你又糊涂了 你难道不知道 我们这屋里的针线 是不要那针线上的人做的 史湘云听了 便知是宝玉的邪了 英笑道 既这么说 我就替你做了吧 只是一件 你的我才做 别人的 我可不能 其人笑道 又来了 我是个什么 就烦你做鞋了 石告诉你 可不是我的 你别管是谁的 横竖 我领情就是了 史湘云道 论理 你的东西 也不知烦我做了多少了 将我倒不做了的缘故 你必定也知道 其人道 倒也不知道 史湘云冷笑道 巧我听见 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和人家比 赌金又缴了 我早就听见了 你还瞒我 这会儿子又叫我做 我成了你们的奴才了 宝玉 盲笑道 前的那事 本不知是你做的 其人也笑道 他本不知是你做的 是我哄他的话 说是心境外头有个会做活的女孩子 说扎得出奇的话 我叫他拿了一个扇套子试试看好不好 他就信了 拿出去给这个桥给那个看的 不知怎么 又惹恼了林姑娘 搅了两段 回来他还叫着赶着做去 我才说了是你做的 他后悔的什么事的 史湘云道 越发起了 林姑娘他也犯不上生气 他既会剪 就叫他做 其人道 他可不做呢 嚼这么着 老太太还怕他牢碌着了 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 谁还烦他做 就连好一年的功夫 做了个香袋 今年半年还没拿针线呢 整说着 有人来回说 青龙街的大爷来了 老爷叫二爷出去会儿 宝玉听了 便知是贾雨村来了 心中好不自在 席人忙去拿衣服 宝玉一面蹬着靴子 一面抱怨道 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了 回回定要见我 史湘云一边摇着扇子笑道 自然你能会兵接客 老爷才叫你出去呢 宝玉道 哪里是老爷 都是他自己要请我去见的 湘云笑道 主雅客来请 自然你有些请他的好处 他才只要会你 宝玉道 爸爸 我也不敢称雅 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 并不愿同这些人往来 湘云笑道 还是这个情形不敢 如今大了 你就不愿读书去考取人进士的 也该常常会会这些 为官做宰的人们 谈谈讲讲些试图经济的学问 也好将来应酬事务 日后也有个朋友 没见你成年家 只在我们队里搅戏什么 宝玉听了道 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 我这里 仔细误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习人道 俊姑娘快别说这话 上回也是宝姑娘 也说过一回 她也不管人脸上过得去过不去 她就咳了一声 拿起脚来走了 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 见她走了 灯石修的脸通红 说又不是 不说又不是 幸而是宝姑娘 那要是林姑娘 不知又闹得怎么样 哭得怎么样呢 提起这个话来 珍珍的 宝姑娘叫人敬重 自己扇了一回子去了 我倒过不去 只当她恼了 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 珍珍有涵养 心地宽大 谁知这一个 反倒同她生分了 那林姑娘见你赌气不理她 你得赔多少不是呢 宝玉道 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 若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 我早和她生分了 习人和湘芸都点头笑道 这原是混账话 原来林丹玉知道史香云在这里 宝玉又赶过来 一定说麒麟的缘故 因此心下寸夺着 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 多半才子家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 或有鸳鸯 或有凤凰 或玉环金佩 或骄帕鸾韬 皆有小物而遂终身 仅忽见宝玉亦有其灵 便恐戒子生戏 同史香云也做出那些风流家事来 婴儿悄悄走来 见机行事 以查二人之意 不想刚走来 正听见史香云说经济一事 宝玉又说 丁妹妹不说这样混账话 若说这话 我也和她生分了 丁黛玉听了这话 不觉又喜又惊 又悲又叹 所习者 果然自己眼力不错 素日认她是个知己 果然是个知己 所惊者 她在人前一片死刑称阳于我 其清热厚密 竟不必嫌疑 所叹者 你既为我知知己 自然 我亦可为你知知己已 既你我为知己 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在 既有金玉之论 亦该你我有知 则又何必 来以宝钗 所悲者 父母早逝 虽有民心刻骨之言 无人为我主张 看近日美觉神思恍惚 并已建成 医者更云 气弱血亏 恐至劳妾之政 你我虽为知己 但恐自不能久待 你纵为我知己 乃我博命 想到此间不禁滚下泪来 再进去相见 自觉无畏 便一面是泪 一面抽身回去了 这里宝玉 以猪未干 还撒谎呢 一面说 一面禁不住 抬起手来替他示泪 林黛玉 忙向后退了几步 说道 你又要死了 做什么这么动手动脚的 宝玉笑道 说话忘了情 不觉地动了手 也就顾顾地死活 林黛玉道 你死了倒不知什么 只是丢下了什么金 又是什么麒麟 可怎么样呢 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 赶上了问道 你还说这话 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 林黛玉见问 方想起前日的事来 最自毁 自己又说造词了 忙笑道 你别着急 我原说错了 这有什么的 镜头抱起来 起得一脸汗 一面说 一面禁不住 镜前伸手 替他示面上的汗 宝玉瞅了半天 方说道 你放心三个字 林黛玉听了 正了半天方说道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不明白这话 你倒说说 怎么放心不放心 宝玉 宝玉叹了一口气 问道 你果不明白这话 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 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 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 林黛玉道 果然我不明白 放心不放心的话 宝玉点头叹道 好妹妹 你别哄我 果然不明白这话 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 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 也都辜负了 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 才弄了一身病 但凡宽慰些 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林黛玉听了这话 如轰雷致电 细细思之 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 还绝恳切 竟有万句言语 满心要说 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图 却正正地望着他 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 不知从哪一句上说起 却也正正地望着黛玉 两个人正了半天 林黛玉只嗨了一声 两眼不觉滚下泪来 回身便要走 宝玉忙上前拉住说道 好妹妹 且略站住 我说一句话再走 林黛玉一面是泪 一面将手推开说道 有什么可说的 你的话 我早知道了 头里说着 却头也不回 进去了 宝玉站着 只管发起呆来 原来方才出来慌忙 不曾带的扇子 席人怕他热 忙拿了扇子赶来送于他 忽抬头见了林黛玉和他站着 一时黛玉走了 他还站着不动 婴儿赶上来说道 你也不带了扇子去 亏我看见赶了送来 宝玉出了神 见席人和他说话 并未看出是何人了 便一把拉住说道 好妹妹 我的这心事 从来也不敢说 今儿我大胆说出来 死也甘心 我为你 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 又不敢告诉人 只好咽着 只等你的病好了 只怕我的病才好呢 睡里梦里 也忘不了你 习人听了这话 吓得破销浑散 只叫 深天菩萨吭死我了 便推他道 这是哪里的话 敢是中了邪 还不快去 宝玉一时醒过来 方知是习人送扇子来 修得满面子杖 夺了扇子 便茫茫地抽身跑了 这里 习人见他去了 自私方才之眼 一定是因待遇而起 如此看来 将来难免不才之事 令人可惊可畏 想到此间 也不觉正正地滴下泪来 心下暗躲 如何处置 方免此丑祸 正才一间 互有宝钗从那边走来笑道 大毒日头底下 出什么神呢 其人见问 忙笑道 那边两个桥打架 倒也好玩 我就看住了 宝钗道 宝兄弟这回子穿了衣服 忙忙地哪去了 我才看见走过去 但要叫住问他呢 他如今说话 越发没了经味 我顾此没叫他了 游他过去吧 习人道 老爷叫他出去 宝钗听了忙道 哎哟 这么黄天鼠热的 叫他做什么 别是想起什么来生了气 叫出去教训一场 习人笑道 不是这个 想是有课要会 宝钗笑道 这个课也没意思 这么热天 不在家里凉快 还跑些什么 习人笑道 倒是你说说吧 宝钗因而问道 云丫头在你们家做什么呢 习人笑道 才说了一会儿子闲话 你瞧 我前年的那双鞋 明儿叫他坐去 宝钗听见这话 便两边回头 看无人来往 便笑道 你这么个明白人 怎么一时半刻的 就不会体谅人情 我进来看着云丫头神情 在风里言风里语的听起来 那云丫头在家里 竟一点儿做不得住 他们家嫌费用大 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 差不多的东西 多是他们娘儿们动手 为什么这几次他来了 他和我说话 见没人在跟前 他就说家里累得很 我再问他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 他就连眼圈都红了 口里含含糊糊 待说不说的 想起行进来 自然从小没爹娘的苦 我看着他 也不觉得伤起心来 习人见说这话 将手一拍说 是了是了 怪得尚约我烦他 打十根蝴蝶结子 过了那些日子 才打发人送来 还说打得粗 且在别处能着使吧 要云静的 等明儿来住着 再好生打吧 如今听宝姑娘这话 想来我们烦他 他不好推辞 不知他在家里 怎么三更半夜的做呢 可是我也糊涂了 早知是这样 我也不烦他了 宝钗道 上次他就告诉我 在家里做活做到三今天 若是替别人做一点半点 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们 还不受用呢 其人道 天生我们那个牛星左星的小爷 凭着小的大的伙计 一概不要家里这些伙计上的人做 或又弄不开这些 宝钗笑道 你理他嘛 只管叫人做去 只说是你做的就是了 其人笑道 哪里哄得信他 他才是认得出来呢 说不得 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罢了 宝钗笑道 你不必忙 我替你做些如何 其人笑道 当真的这样 就是我的福了 晚上我亲自送过来 一句话未了 忽见一个老婆子 忙忙走来说道 这是哪里说起 金串姑娘好好的头颈死了 其人唬了一跳 盲问 哪个金串 老婆子道 哪里还有两个金串呢 就是太太屋里的 巧儿不知为什么撵他出去 在家里哭天哭地的 也都不理会他 谁知找他不见了 刚才打水的人 在那东南角上井里打水 见一个尸首赶着叫人打捞起来 谁知是他 他们家里还只管乱着要救活 哪里中用了 宝钗道 这也齐了 习人听说点头赞叹 想素日同气之情 不觉流下泪来 宝钗听见这话 忙向王夫人出来道安慰 这里习人回去不提 却说宝钗来至王夫人处 只见鸭雀无闻 独有王夫人在礼间房内坐着捶类 宝钗便不好提这事 只得一旁坐了 王夫人便问 你从哪里来 宝钗道 从园里来 王夫人道 你从园里来 可见你宝兄弟 宝钗道 财道看见了 他穿了衣服出去了 不知哪里去 王夫人点头哭道 你可知道一桩奇事 金串忽然头颈死了 宝钗见说道 怎么好好的头颈 这也奇了 王夫人道 袁世前 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 我一时生气 打了他几下 撵了他下去 我只说气他两天 还叫他上来 谁知他这么气性大 就头颈死了 岂不是我的罪过 宝钗叹道 姨娘是慈善人 固然这么想 据我看来 他并不是赌气投井 多半他下去住着 或是在井跟前撼玩 湿了脚掉下去的 他在上头拘束惯了 这一出去 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 岂有这样大气的理 纵然有这样大气 也不过是个糊涂人 也不为可惜 王夫人点头道 这话虽然如此说 到底我心不安 宝钗叹道 姨娘也不必念念余姿 十分过不去 不过多赏她 几两银子发送她 也就近主仆之情了 王夫人道 刚才我赏了她娘 五十两银子 圆阳还把你妹妹们的 新衣服拿两套给她装过 谁知凤丫头说 可巧都没什么新做的衣服 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两套 我想你林妹妹那个孩子 素日是个有心的 况且她也三灾八难的 既说了给她过生日 这回子又给人装过去 岂不忌讳 因为这么样 我先叫裁缝赶两套给她 要是别的丫头 赏她几辆银子就完了 只是金串虽然是个丫头 素日在我跟前 比我的女儿也差不多 口里说着不觉累下 宝钗忙道 姨娘这会子又何用叫裁缝赶去 我前儿倒坐了两套 拿来给她岂不省事 况且她活着的时候 也穿过我的旧衣服 身量又相对 王夫人道 虽然这样 难道你不忌讳 宝钗笑道 姨娘放心 我从来不计价这些 一面说 一面起身就走 王夫人忙叫了两个人来 跟宝姑娘去 夜时宝钗取了衣服回来 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 坐着垂垂 王夫人正才说她 因宝钗来了 却掩了口不说了 宝钗见此光景 察言观色 早知举了八分 于是将衣服交割明白 王夫人将她母亲叫来拿了去 再看下回便知 等于是将衣服交割 我再看下回便知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